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为了迎接暑假的到来 花莲县政府北上召开了2024花莲夏年嘉年华的活动记者会 也欢迎各县市的民众和国内外的游客都能够趁着7、8月份来到花莲 借着观光署以及县政府在地震灾后各项的观光旅宿补助优惠 来花莲度过丰富精彩的暑假享受独特的花莲之美 出旅游补助双强炮,自永喜住宿平日则1000,假日则500 再抽特斯拉以及机票 传有新政府补助3天晚上4.5万元,中央补助2万元 更汇集县内从北到南的珍珠景点以及18条推荐旅程 透过与中央与县内观光相关协会与业者的吸手合作 6月初端午假期各大观光旅馆住房率已经回升到近三层 游客已经逐渐回流 期待2024花莲夏令嘉年华演唱会的完整卡丝 能够让花莲的住房率在暑假一开始就拉抬红寒 换一个现实民众以及国内游客都能够趁7、8月回到花莲 收录亚洲最美好的声音 收录亚洲最美好的声音近在夏令嘉年华 夏令嘉年华这个活动已经行之将近25年了 那每一次都是第一个阵容最大而且是最经典的声音 以及我们卡丝最强而且含金量最高 那我们在这几年也不断的求新求变 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到花莲 享受一个音乐的美好的盛宴 所以在今年我们的7月3号到7月7号 夏令嘉年华即将来展开 而我相信卡丝就在我们后面看到非常非常的这个阵容非常的壮大 这也是鼓励我们整个音乐的发展能够在台湾能够扬名国际 那另外在夏令嘉年华的舞台上 其实已经造就了相当多的国际的巨星以及金曲奖的这个歌手 那在整个七八月也是花莲的观光圣祭 那从夏令嘉年华开始展开以后 7月19、22日更是我们全国最大的联合风年节 那我们这一次联合风年节迎向南岛 也就是希望我们夏威夷以及我们所有南岛羽族的族人 能够回到花莲能够回到花莲的家 那今年也分外的精彩 有夏威夷以及大基地都能够来到花莲来表演 那另外红蜜蜜鸭放暑假 更是我们亲自游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 而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儿童剧 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也有定幕剧 欢迎我们所有的家长以及孩子 能够来到鲤鱼团 能够参加我们的红蜜蜜蜜放暑假 花莲监制湖光旅游出表示 花莲暑假期间除了夏令嘉年华演唱会活动 还有7月3号到8月11号在收封鲤鱼团 2020花莲红蜜蜜蜜放暑假 有红蜜蜜不落守护猫头鹰 花莲蜜蜜蜜珠里在鲤鱼团面上染出 每晚更有大小朋友们喜爱的精彩剧团表演 还有尝试仙剑的星空烟火秀无人机秀 欢迎亲自合家利用暑假期间到访 记得终于台北市部导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